Yo! What up! 大家好,我是 Fashion Boy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集 正所谓明以时为天 神以阴为仙 我们这种飞仙族都应该算是天神族啦 我觉得红酒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非常特别 很有 Classy 的东西 然后就是那种 你需要特别接着你去餐厅的时候 带着你女朋友或者你想要追的女神 去到这个餐厅的时候 结果你看到 Menu 一脸懵逼 这样就非常的 Luxe 了 什么叫 Luxe 就是丢脸啦 是马来西亚话语是福建话什么 要装 B 之前呢 只要拜师学套路 装 B 才不会哭 掌声来一下可以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现在在这个Wine & Liquor Warehouse 补充 我们有请这边的老板 Mr Andrew 哎呀 What's up 大家 学到了 这个画风好像不太对是吗 嗯 现在我们在酒庄 有酒庄什么好处吗 什么酒都有 对很 Seven 多酒 Perfect 导演 你开心吗 开心 哇 现在非常开心 我们请到老板 Mr Andrew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酒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每次看 menu 上面 最头痛就看到它有什么 Bvlgari 有什么 有 Chili 然后又有很多 Shut 怎样读啊 个字 Shutteau 对对对对 它有很多这样的字 category 对对对 有 Shutteau 的都贵一点的是吗 有 Shutteau 不一定是贵的 有 Shutteau 意思是 法国布尔多的酒 通常法国布尔多的酒 是叫 Shutteau Australia 他们就叫 Winery 就不会叫 Shutteau 所以 Shutteau 大多数是给法国布尔多的酒装用的 Australia 它们就叫 Vangut 就讲他们的意思 他们的 Shutteau 感改 我想问 其实葡萄酒里面一共有分多少种啊 其实葡萄酒有很多品种的 So 我们有一个三大红 三大红就是这几百年至一几千年来 就剩下这几个是最强的 最多人去买的 喜欢喝的 咬口味的 其实是快 Basic 的嘛 第一个大红就是 Merlot 很多人是叫 Merlot 其实是叫 Merlot 第二个大红就是 Chirage 第三个大红就是 Carbonet Sauvignon 所以还有一个小红 小红就是新西兰做最出名的 或者是法国布尔根迪的 就叫 Pinot Noir 这四个是最 Dominant的 大家会点的就是 那个 Merlot Chirage Carbonet Sauvignon 这三只就比较大众化的 大众的选择 像我们讲到白酒 白酒也是有三大白的 三大白第一就是 Chardonnay 第二这个 Chardonnay 有新世界的 Chardonnay 也是有旧世界的 Chardonnay 还有第二个大白就是那个 Sommel Blanc Sommel Blanc 就是出名在那个新西兰的也是 比较大一点那个 Guava的 taste 有那个盖西果的味道 哇 要喝吗?要喝你要开给你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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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好说 小问题小问题 所以第三个白就是 出名的是叫 Riesling Riesling也是有在 Australia 做 New Zealand 做 但是最出名做 Riesling 的地方就是 德国 就是那三个白 在一般喝红酒的话 以 Malaysia 的人来说 他们比较喜欢什么国家的酒 最多人找的就是 Australia, Chile and France 啦 通常我们这种外行人买它 我们都是根据它的 shape 不只是它 label 来买的 其实那些酒瓶呢 也是有它的 differentiation 的 比如说 这一支这样的瓶子呢 它是叫 Pudor Budor bottle 它这里有 neck 的 这个地方给你倒酒那时候 因为 Pudor 的酒 大多数可以酿的 aging 的 它就会有渣 所以你倒到差不多这样 它就在这边割渣咯 我们倒到去一个 Burgundy bottle 就是这样的 bottle 所以大多数的酒是不会有渣的 就给它顺倒出来这样 扣个了吗 我看讲了很多 很久啊 我们自食了 OK 我们怎样选哪一支酒要开先呢 怎么样拿酒先 我听说他们讲 professional 拿酒有方法的 你们是怎么样拿酒的 看啊 那个酒是多少钱啊 如果是一两百块以下那些 就很少渣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这样 直接开都没有问题的 在那个酒库里面的 几千块的呢 他们已经睡住了几十年 几年这样 他们有渣 我们要 special handle 它 把拿上来先 放住直直这样 所以它渣成底咯 我们再开才 decant 掉它的渣 所以先开一瓶 法国酒 怎么有人选法国酒先呢 因为我觉得法国酒 是比较没有那些 Chili 跟 Australia 这样 full body 的 它是 2015 年的 bottle 就比较 edge 了 的酒 这个颜色会是很 你看我们 Australia 现在 比较 light red color 就比较浓的 比较深红色 给它 brief一下先 这样我们就 这样我们拿红酒杯就是这样拿 红酒不是这样拿 这个是这样 brandy 了 我们不是这样拿 我们要这样拿 Cheers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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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对吧 也是要小心 这个北加坡100块一个这样 很多人来Yam Zen 这样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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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这个应该是好像你刚才讲的比较炕的 它爽一点 它带你口的味道久一点的时间 没有这样快消失 这个就喝了 可能短暂十多二十秒 它就会开始 fade 掉那个味道 法国的酒大多数都会这样 法国跟意大利的 如果你要 Australia 就比较 straight to the point 所以现在我们开一支白酒来试一下 好 这一支我们开的 这是德国的 Riesling 从 Kessler Zink 酸 蛤 OK 酸的原因 也是有可能你喝到太小口了 那个酒没有在你的 mouth 里面 Ries down 喝大杯一点 这样有不一样吗 有不一样 有不一样 它是有甜的 后面是甜的是吧 对 一开始我只喝到前面是酸 现在喝进去的时候 后面那部分是比较甜 比较轻松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坐纸上 现在有的是 Table Wine and Drinking Wine 然后我知道是Andrew这边 它有个酒裤 有点净的在下面 听说 好净 我的朋友跟我说 你下面有点净的 来 close out这个笑容 吃过 吃过 来吃 因为这边都是属于百多元的吧 听说我记得有几千元到十几千 都有的 几十千都有的 带下小弟去看一下 开一下眼界先 好净 哇 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是人家梦寐以求的地方 你知道什么吗 因为这边就是一个VVV VIP才进的 那里面是酒库 为了你来 arrange 对啊 平时可以进到外面没有人叫还是吗 少了 你看 除非你真的想买26,800的酒 你现在可以进来 六十八千 哦 那是什么酒 Lafit 啦 Lafit 6L Lafit就是传说中 每个人讲句就想要Lafit 81 Lafit 81 就在这边 介绍一下这里我们的酒库 大多数是我私人的 Personal Collection 这是你的Collection 不卖的 我的Collection 大多数是拿来收藏 但是很多人也是很心想 我的Collection 他们就会来找 择头包一下 择头包一下 我准备了一点食物来陪我们这个红酒 所以这里有法国酒 也是有全世界出名的名酒庄的酒 比如说自立的Australia 意大利的也是有 我看大纸大纸是什么 超大纸 大纸是我们叫Fly Formic 你看法国红酒 它们这些是一个Format来的 我们是叫6L 5L 3L 1.5L 跟普通L 饿了吗? 口喝了吗? 等到来啊? OK 我们开一支Premium Wine 这支是从浦尔多 Alapan de Belsia 2010年的 2010年是一个很好的年份 在浦尔多 我们讲年份 很重要 因为 法国是一个国家 你种葡萄 你不可以去interfer 它是在自然给那个风格去控制 那个production 这样你才有一个 Balanced 那个Vintage 所以这支酒 你看放在Bottling了 11年前亮的 到现在它还可以喝 有可能喝得更好 还可以亮多10年 15年还是没有问题的 酒越酒越香越贵是吗? 不一定的 我们要看我们这样去 collect那支酒 这样去keep那个酒 所以这个是为你而开的 开一支少一支 我们来讲 Find Wine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开这个Find Wine 最重要我们要 明确我们不要咬到那支酒 咬到那支酒 然后它的渣会上来 这些Find Wine 通常要醒 差不多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第一我们的 purpose 要割那个渣出来 第二就要给它 所以我倒了差不多 90%之后呢 我就会stop 渣这样多的 差不多90%是渣来的 breath一下 那你吸一下看 会香吗? 很香喔? Find Wine算是蛮好的 因为它亮的方式 是跟一两千块的酒是一样的 这个进了那个新木桶的关系 你看它 preserve 到几漂亮 虽然是一个2010年的 刚才它更漂亮 过那个楼上的2015年 当然 那个是紫色 这个是紫红色的 美美的 在讲这个还是 Young and Alive 所以我现在喝着 全世界剩三五支的酒 喂 哇这个很劲喔 怎么样讲呗 Powerful 它有自己的特色的味道 嗯 它的darkberry blueberry 全部都存在在这边的 这次酒可以喝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 它慢慢变 越喝越顺了 嗯 我觉得有餐两个东西是呢 你来喝酒 那感觉就是 你有更多不同的享受 因为刚才你喝这个就是 很景嘛 它整个东西就是景 你就感觉到葡萄酒 在餐两种东西下去 你就觉得 哇 这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你不是在喝一个东西 你是feel这个moment 那其实今天这一集 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一直都觉得 时尚这个东西 它不只是一喝酷 它是你的生活态度 老板 Andrew 他就是一个 很live in the style的人 就是这种享受 我觉得喝酒这东西 就是这种享受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 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 从Andrew 身上 有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想以后大家对酒这方面 有一种更深的认知 更想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你看 你想都不会想到 力气他们也 六十八千了 一个好的东西 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 人家还会追回去 那个时间去找这个东西 这个才证明你有价值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了这集过后 可以来这个W 这边 买酒 然后了解酒 我觉得不一定买 来问一下Andrew 或者这边的工作人员 什么样的酒 for什么样的occasion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一定要懂得 那个 manness 对不对 那个culture 所以anyway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一次看个巴士 看点赞上我的视频 也记得赞我的会 follow Instagram 然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 也要去follow一下Andrew follow下这个W Wine & Liquor ok so 我们下一集见 想要看什么 底下留言 Let's get it 我刚才看错六千八 你知道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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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边除了红酒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酒 讲Andrew 其实这边还有什么东西 其实 我们算是传马最大的 wine shop 我们的店呢 有差不多一千五百种的 product 我们是比较专在红酒 我们也是有卖威士忌 我们也是卖蛮多酥酒 我们也是卖蛮多酥酒 一些的 Moet香槟 Wolf Ricco 意大利的 Prosecco 法国出产的才可以叫香槟 外面的地方 不可以叫香槟 我们这个叫Sparkling 西班牙是叫Cava 不可以叫香槟 意大利也是不可以叫香槟 我们还有Sake 我们差不多有百多种Craft Beer Yeah 其实我每个人都很喜欢买这种7W 是为什么 因为这些比较大品牌 这是威士忌的 这是威士忌的 也是威士忌的 Belvening 这个十四年了 十四年是很好的味道 那个Cigar 通常我自己喜欢 会比较威士忌 配搭比较多酥 有Delivery吗 有有 在吉隆博跟Slango 我们有做Delivery 给一个三十元就可以 送到你的家去了 我们的网站是 www.winewarehouse.com.my 大致上就是这样 OK